这一讲我们看一下如何在Spring Boot当中实现简单邮件的发送 首先呢我们需要做和邮件相关的价包的依赖 这个是Spring Boot给我们提供的 把它放到工程当中 我这事先创建好了一个工程 并且创建了一个工程 做好了Web依赖 那接下来就是进行相关属性的配置 首先我们得指明你用哪个邮件服务器去进行发送 这个是QQ的 那如果是163的呢就改成这个 这个是我这个用的是QQ 这是一个QQ邮箱 如果你用的是QQ的话 QQ邮箱的话 这个Password指的是授权码 你需要去这个QQ里边开启一个授权码 如果你用的是163的那这直接是你邮箱的密码 还有接下来三个允许的配置 我们把这个放到全局配置文件当中 Application.properties 好的 这些做好之后 我们接下来 当然了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如果说认证失败的话 认证失败怎么解决 你就去网上下载这两个架包 这个和这个 然后覆盖掉你的GDK中的 GRE下的 LAB下的 Sephority下的 对应的两个架包 如果出现认证失败的 这个问题 这样来解决一下 好的 那下面咱们就实现一下 这个邮件的发送功能 那么在这里边 不管因为是邮件的发送 是吧 所以说我们会经常用到这个发电人 是不是啊 也就是发邮件的这个邮箱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啊 写成 在一个单独的配置当中 我们建一个包 战风 点什么呢 Email 建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写一个类啊 读取这个发电人 啊 来读取取到这个发电人的邮箱 比如说叫Email什么 Caseg 这个咱们前面说过 是不是 如果 如果获取这个里边的值呢 现在我们要获取到 他所对应的这个邮箱 这个值 对吧 咱们前面讲过 几种方式 我们在这 怎么着 定一个 这个是发电人 是吧 也就是from Email Email Bron 生成 setget的方法 OK 我们怎么从配置文件当中取到那个值呢 用谁 value 这个读解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就取一个值嘛 为什么取这个值啊 因为这个发电人的邮箱我们经常用 所以说就给他单独取一下 这个属性名叫 Spring 没有点什么 user name 用什么 dol 大括号 获取了 然后从配置文件中取到的这个属性名所对应的值就付给了他 那么当然了 我们这个怎么着 需要 这个我们以后要用他是吧 要根据他来获取他的值 所以说呢 我们要需要创建一下他的对象 我们用注解 component 好的 现在来呢 咱们把发送邮件这个功能呢 写相应的service和controller 我们都写在一个包下 首先写个接口 咱们叫email service 第一个功能咱们先实现什么 咱们先实现这个发送什么 简单的邮件 发送简单 也就是普通的文本文件啊 也就是说邮件的内容都是一些文本 咱们写一个功能啊 叫什么呢 叫send的什么 简单的是吧 simple 没有 那这里边需要哪些参数呢 哪些是变化的 你发给谁 对吧 发给谁呀 这是变化的 你发送的邮件的什么 肯定有标题 然后你发送的邮件的什么 内容 啊 这些是变化的 接下来我们写一下实现类 email service mpl email service 实现刚才的接口 加上 service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发送简单的邮件 该怎么写啊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接收发给谁 是不是 那么谁发呢 我们刚才是不是写了一个 专门获取发送人邮箱的这么一个 email config呀 我们可是不是从它里边可以得到发电人的邮箱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从这 怎么样 注入一下 email什么 config email config 把它注入 out ofware的 那它呢 我们已经用component的啊 只要这个注解被扫描到 就会创建它的对象 是吧 并注入到容器当中 然后咱们在这啊 然后把它注入到这个service当中 我们就可以得到发电人的邮箱了 接下来 那么发 是不是 我们用加把mail 也就是gmail来实现邮件的发送 这个呢 对应的这个叫什么 加把 是吧 加把mail send 咱们叫mail 这个只要我们依赖了这个什么 只要我们依赖了这个 mail这个包啊 它就会有这个实体类了 而且这个怎么样 会可以自动注入 out ofware的 下面咱们就实现什么 简单邮件的发送 简单邮件的发送 简单邮件 邮件啊 指的是指含文本的文件 OK 那咱们先要构 构造一个邮件 是吧 你然后呢 再用这个gmail 加把mail是吧 让它去发送出去 那么构造邮件的这个实体类 叫simple mail 什么 message simple mail message 你有一个它的对象 simple mail message 然后通过这个simple mail message 对象 我们来指定 谁发邮件 sit什么 from 这怎么获取啊 谁发呀 也就是发件 发邮件的邮箱 是不是在这里边可以取到 我们叫sit 是吧 获取一下 接下来 发给谁 是不是 sit2 发给谁呀 这不是要 这是变化的 是不是 通过参数接收过来的 sit2 你发送邮件的什么 发送邮件的标题 啊 这个叫subject 比如说你好 是吧 然后 发送邮件的什么 内容 内容 邮件的内容是set text 你好 这个 怎么着 这个 明天是吧 去 这个 你家玩 好了 这样 我们就构建了一封邮件 然后把它发送出去 我们就用谁呀 就用这个mail sender send的方法 它里边有一个send的方法 把这个邮件 message 发送出去 行 这是简单邮件 就是普通的 只含有文本的邮件 这个我们这个service就写完了 接下来我们写一下controller 咱们就要email email troller 加上注解 调用一下刚才的service 所以说我们要注录一下email service 所以说我们要注录一下email service email service request request mapping 只进一个路径啊 比如说就叫simple 然后呢 咱们就要用这个service里边的 是吧 send simple没有这个方法 这个 发给谁呢 比如说我发给我自己吧 是吧 我发给我自己呢 就是用的是这里边这个邮箱 这里面的邮箱 自己发给自己 当然也可以的啊 然后标题 是不是 标题 这个service 这都给你写成固定了呢 是吧 这写错了啊 这应该写谁啊 title是吧 因为这个我们都作为参数了 然后具体的内容呢 写成写参数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到controller来这 是吧 再给他传具体的内容 具体的值是吧 说你好 然后邮件内容 是 明天 什么去 你家玩 ok 那最后呢 咱们返回一个 success 这个呢 我们用什么 response response 40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最后别忘了 是要扫描这个包 对不对 像这个 肯费格呀 service啊 control了 都需要扫描 在这个启动类当中啊 咱们指明一下这个包名 这个是 com. 先锋 点什么 email 好的 那下面呢 咱们就这个启动一下 我们这个controller啊 controller 保门路径像什么 simple 是吧 simple 来看一下 注意这一块是授权码啊 这块是授权码 我把这个没用的删掉 我再重新启动 我再重新启动 好了 启动成功了 我们下面访问一下这个controller 我这个controller呢 我这个controller叫simple 是吧 localhost 然后在这儿 咱们写什么 simple 来 稍等一会儿啊 需要一点时间 啊 如果最后咱们看到success啊 就说明这个邮件发送成功了 这个还是有点慢啊 耐心等待 好的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当前的邮箱 我已经登录了 是不是啊 现在我的邮箱收到了这封这个邮件 是吧 说明这个邮件发送成功 我们打开看一下 是吧 明天去你家玩 啊 OK 然后标题是什么 你好 好的 这就是这个 在sprint boot当中实现邮件发送的方式 这一讲咱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